《雪莹领主》是由徐凯、古丽内扎、白树、陆婷玉、刘子瑞、宋欣然等主演的成长励志剧 该剧是根据《我吃西红柿》的同名玄幻小说改编而来 讲述了拥有太古血脉的少年东伯雪莹 为了救母卷入了正魔大战 其间与神族后裔于静秋相恋 二人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成长为一代雪莹领主的故事 该剧一经播出就拿下了收拾第一的宝座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好剧 东伯雪莹自小生活在雪莹领 有父母兄弟的陪伴 叔叔伯伯教授无功 日子过得平静而温暖 然而福元节那天 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墨景琛 他母亲的兄长 原来母亲墨景于是太古血脉的觉醒者 当年为了逃避家族联姻跑了出来 后来结识了父亲后定居在雪莹领 如今墨景琛的到来 就是为了替家族带回墨景于 雪莹父母奋力反抗 但是墨景琛实力太强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在打斗中 雪莹的父亲惨死 而墨景于为了保住儿子 还有雪莹领的人 答应了跟墨景琛回去 从此以后 救母成为了雪莹的执念 为了得到母亲的消息 雪莹勤练武功 想要得到龙山楼黑铁令 此时正值魔人作祟 龙山楼为了找出真相 以黑铁令悬赏 而雪莹为了黑铁令 前往毁灭山外查探真相 在毁灭山外 雪莹遇到了魔族人 由于对方人多势众 雪莹寡不敌众受了伤 幸好路过的于静秋出手相救 他才从魔族手中逃脱 之后更是一起成为了长风学院的学生 而在与魔族周旋的战斗中 雪莹与于静秋互生情愫 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当一起打退了魔族后 两个人隐退 举行了大婚 而雪莹唯一遗憾的事情就是 弟弟被坏人蛊惑 与他反目 做出了对家族不利之事 东伯青石是东伯雪莹的弟弟 因为当年父亲惨死 母亲被带走时 他还小 所以雪莹以及书伴们对他宠爱有加 东伯青石继承了母亲的母亲的术法 天途不可限量 他虽然也一心想要救母 但是为了他的安全 东伯雪莹一直瞒着他行动 青石后来下山 遇到了姬戎 并且喜欢上了他 但是姬戎是魔族的卧底 在姬戎的蛊惑下 青石与哥哥反目 做出了对家族不利之事 蒲阳波是东伯雪莹在长丰学院的师兄弟 蠢萌可爱的小胖子 偶尔也有聪明机灵的一面 他没有显赫的家世 也没有超凡的能力 最擅长的是瞬间移动 平常胆子比较小 打不过就跑 只是平常看上去不靠谱的他 却在和魔族的对战中坚持到了最后 哪怕被好兄弟背叛 被魔族人抓住 他受尽折磨 也没有透出任何消息 可以说是让人敬佩 持秋白又好长丰骑士 是水源道观之人 管理着长丰学院 他术法高尖 身守了德 江湖上都要给他几分薄面 曾经多次就东伯雪英的性命 后来是于静秋的师父 不过在原著中 长丰骑士是魔族的卧底 最后假死回到了魔族 成为了魔族的三祭司 只是剧中做了改编 魔族卧底三祭司改成了姬荣 那么长丰骑士 应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了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